正值终结结交70周年之际 全球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 捷克爱乐乐团 于5月11至12号 在南京江苏大剧院 拉开2019捷克爱乐 中国宣演的序幕 2019年是捷克爱乐 首次访华60周年 音乐会演出阵容极其豪华 由捷克首席指挥大师 彼得·阿尔特里克特 担任指挥 音乐会现场 捷克爱乐用独一无二的 捷克之音自然演绎了 两位捷克国宝级作曲家 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的作品 这些从形式到内容 都集聚斯拉夫民族特色的曲目 民族风格浓郁 毫无刻意腐凿之痕 受到中国观众的雷鸣掌声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